纹丝正法 实践佛道 或许有时身体会感到疲惫 但心不要累就好了 没关系的 心保持快乐就好 修行就是如此 如果有人能够具足难得可贵的菩提心 一心只挂念着其他众生的痛苦与惠灭 深切地祈愿并实践利益众生的大心 这样将能得到善法的利益 尤其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之道 而且此人的德行与福德将远胜凡天 作为大乘的修行者 因你世俗 圣意 二种菩提心 突破长久生死以来 对于我 我所的执着 更进一步 应该支持菩提心 超越力 衰 毁 欲 撑 鸡 苦 热等 巴风的动摇云染屋 直迟 直受认识 物质不动之意 世间最珍贵的宝贝是什么 就是放舍自我 关怀众生 真正的如意宝珠 使消除我之烦恼 并且更进一步地帮助众生 服务众生 时时刻刻怀着菩提心 身体力行普丧道 如此才是人中之宝 世间之宝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春阳普照大地 洒落一地的银白 微风徐徐拂过树梢 带来盎然生机 越过幽闭小镜后 放眼望去 便是静谧又安详的美山护生园 位于嘉义县 民风普世的美山乡 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志业 中华护生协会 占地面积约十甲的土地上 林木丛域 层层环绕宽广的园区里 滋养着许多雾蜜 为了照料及管理上的方便 园内的狗儿被安置于三个不同的区域内 无论是哪种体型的犬类 一见到人就快乐地摇尾示好 当欲望围栏接近 狗儿们就愈加热情 此起笔落的叫声 好比狗儿们的欢迎问候声 从四面八方传来 向前触摸狗儿与之同乐 美之狗儿欣喜若狂的模样 五步烙印在脑海里 令人难以忘怀 原来快乐不只是讲求身体上的满足 心灵上的富足也很重要的 对狗儿们而言更是如此 珍惜这难得的喜悦 愿此回忆长存彼此心间 梅山护生园中 不同种类的牛群们 则集体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 像是黄牛 羹牛 水牛 乳牛等 到了园内唯一的牛区里 有的牛儿张口大蛋木草 玉米 古物等素食饲料 有的嘴里仿出食物 有的做某某生活 被牛儿舔视手部的同时 与之四目相交 仿佛在诉说着他们的愉悦 欢迎着我们的到来 为了提供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并维持园区的运作 除了感谢海涛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生生不息 所有的动物们皆能与此安详寡言 并且永续经营美山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清净得土 使见佛陀开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并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账号42138483 42138483 顾名中华护生协会 各位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儿科陈慕容医师 防范武汉肺炎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勤洗手 因为生活环境中会摸到各种物品 容易让手上沾到细菌病毒 如果再摸到眼、鼻、口 就有可能会被感染 所以正确洗手才可以有效预防疾病 洗手不是将双手弄湿就好 请确实做到正确洗手五步骤 湿将双手沾湿抹上肥皂 搓手心、手背、指尖、指缝、手腕 全部都要搓洗到 冲用清水将双手冲干净 请记得哦 养成正确洗手习惯 大家一起预防武汉肺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初绽放的樱花 装点了1200年历史的古都 素雅的新香 漠然涌动着 奈良古都建于西元 710年 毕竟期待天皇 在奈良建都 当时称为平成金 这个辉煌的时代 被称为奈良时代 西元753年 是为法事也和习生命 这句话在中国唐朝响起 55岁的建真大师 花了12年 六次冬度 最后抵达了奈良 10年67岁的建真大师 实践了这句话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 远渡重阳 路遥涉嫌 已经不是历经万难 所能表述的了 东大寺建于日本佛教的 全盛时期 保有唐代的完整建筑风格 殿内供奉15米高的卢舍纳佛 也称为奈良大佛 现在已被列为世界的文化遗产 建真大师揭开了日本弘扬佛教的新篇章 于东大寺传授菩萨界 一时受戒之风 弥漫全国 并为日本僧侣重受戒律 被誉为日本律宗始祖 为纪念建真大师 点亮了日本的戒灯 天皇赤风塌为传灯大法师 建真大师创建的唐召提示 依然是日本现在遵行律宗的寺院 建真大师原集后的墓所也设于此 为法望躯 不惜生命 一抹划不开的古运一封在法道上 借乡仍然扑面而来 万古流芬芳 印经功德书胜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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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